各位观众们晚安 随着水怪危机的结束 FGO将要在农历新年十节迎来看漫画 读懂FGO的联动活动 系列冒险剧神话 密西西比神话编撰怎么 好长 简称大班羊活动就要来咯 虽然说我常常在吐槽 这个大班羊活动是历届最烂 老实讲活动本体的设计是OK的 没有那些智障的机制 礼装也是好文明给武章 但是故事剧情真的就 好啦 我不多说 免得给你们先入为主的概念 就等大家自己去体会体会吧 活动素材金银铜三类是古董胶卷 雪茄棒跟来福饭团 意外底这次和欺负神的宝船扯上了关系 跟过年也算应景了 这次还多了挖掘道具 分别是铲子锤子跟鎬 直接用它的颜色红蓝黄就好了 原来是空的配色啊 礼装部分最传统的3加1模式 活动也给好5张 舒服 5星的10抽礼装 小孩子 王国的冒险 迦勒底三小罗再次登场 喜欢黑针杰克和童谣的千万不可错过 这场同时捏他漫画读懂FGO里面 意外可怕跟腹黑的小孩子王国 以及画面致敬了马克图温的汤姆利血迹 带有无敌贯通爆极威力跟黄金绿 在某些高难场合可以当作特殊对应解 还能帮助NP回收 整体算是优秀 但有没有必要特别去抽起来就看个人吧 活动中胶卷掉落增加 4星10抽礼装 侏罗记之梦 画面上是龙娘跟青鸡 你们两个自己就是爬虫类啊 搞什么鬼 事实上这两人在漫画读懂FGO中 也是爬虫类百合贴贴的存在 香...倒是也挺香的 红卡和宝卫上升 比较独特的是那个OC加1 NP无鱼的话阿拉什或可考虑看看 活动中雪茄加1 3星的找寻快乐 则描述了本次异星从者 玛丽安宁与他的画石梦 有兴趣的人推荐去看一下 有关于他的故事 相当重要 却又不太被人们记住的古生物学家 性能有简单的蓝放黄金绿跟给星 如果COS有剩可以补看看吧 活动增加饭团掉落 配布五星礼装开始拍摄 翻阳三人组 初代漫画读懂FGO元老黛玉的礼装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而且这张在奥伯龙时代 扣着15%保卫跟8%的红放 纯宝巨流的场合可以取代晚餐贞德 算是最强的50%NP礼装之一 建议拿好练满 活动中增加三色挖掘道具的掉落量 加成从者部分 本次的三只新从者全部都是最高加成 而且算是有做球 本次的90加直接有克制到 不见得会是最加减 但至少可以打 其他加成的还有本次的参与从者 以及漫画里面有登场过的 足返不及被载 大家就自己看吧 这回还有个全新的挖掘系统 活动中你会拿到三色的挖掘道具 就可以在商店页面的挖掘区域中 点击研盘进行挖掘 获得道具跟颁养点数 每个研盘需要的挖掘道具数量不同 大方向来讲 研盘可以挖出的素材跟图案有关系 不过我是觉得啦 浓一堆的道具 直接用自动挖掘比较省事 当挖满十个研盘以后就可以重置 同时挖出来的斑扬点数 会影响到主线的开放进度 相信看到这边你们应该就懂了 没错 这就只是个变了花样的开箱跟点数模式而已 果然FGO就是FGO啊 哦对了 你有完成全部点数的话 挖掘总共需要挖到24次 素材兑换部分 胶卷可以换两张礼装 260个从者硬币 10个精灵根跟逆灵 20个铃铛传承结晶一个 枪骑术杀惊奇20个 四星伏伏各一和黄色铲子 开启器我们就先不管它啦 雪佳则是礼装一张 260从者硬币 10个鬼灯 20体铁 30灰尘 枪骑术杀 引起20个 四星伏伏各一张 和红色锤子 饭团可以换一个礼装 260硬币 20个灵子和种子 还有30个龙鸭 四星伏伏各一支 三星伏伏 三四五星种火一套 还有蓝色铲子 搬羊点数打满30万的话 会有最后的一张礼装 三四五星刻印 三四星经验值礼装 三张呼伏 四星伏伏一组 一个同苹果 两个因苹果 四个金苹果 2200万QP 6万友情点 670绿方 两个传承结晶 主线进度呢 同时绑了日期跟斑羊点数 每一天的结束里面 小进度还会绑两次 所以没法一天 直接把故事看到底 另外呢 就是活动主线中的 那个老爷度 基本上不用理他 其实就是个显示效果而已 自由关卡 一共12关 以4关为一系列 同音精素材 和全都掉 这样子的方式 重复三次 详细的其他素材 我就放在画面上 给大家看了 90加的电影集211的杀石配置 由于礼装有给基础NP 要全加成3T的难度不怎么高 想打暴击流的话 甚至可以采取双盗满模式 或者是摩根大斑羊等等 懒人包 开场先摊摊看大斑羊跟礼装 2月6号通关第一节前半后 去累积2000点的保罗点数后 继续完成故事 建议尽量先把开始拍摄 这张礼装换出来 会轻松许多 这边你可以挑自己想要的关卡 2月7号通关第二节前半 在曼菲斯累积15000点 然后通关第二节 2月8通关第三节前半 建议是留在曼菲斯 继续农三种的挖掘工具跟点数 如果你想去补同音素材的话 也可以到纳许维尔或者是路易维尔 把点数存到4万点 接着把第三节打完 2月9号完成第四节前半 在圣路易斯农到52000点 完成第四节 2月10号完成第五节前半 继续在圣路易斯农到7万点 完成第五节 2月11全主线完成 就直接到90家的密西根湖 把活动农完就可以了 另外补充一下 这次的友情池和野马台王国的复刻 一样都是属于有低薪从者的 所以想铸造圣杯跟多囤一些经验礼装的人 可以考虑把友情点砸在这个池里面 当然啦 我也很希望他们推出一次100友情抽的功能就是了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由于有三个礼拜的关系 除非你前面都在鲜鱼 时间上是相当充裕的 再搭配上年假期间 相信不是什么大问题 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我是爹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